狗圈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1年驻的会计是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么下边我们看标的二 可转换公司债券 这个可转换公司债券呀 首先如果你转换为股份 你的普通股会增加 所以它会涉及到调整分母 另外你可转换公司债券 如果转换为股份 你将节约了财务费用 那么它会涉及到调整分子 说明可转换公司债券 在算稀释每股收益时 既调分子也调分母 将来基本每股收益 是净利润除以实际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分子怎么着 要加上你节约的 财务费用的税后金额 而分母怎么着 加上你假设 转换为普通股之后 我增加的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就这个意思 所以它的分子 主体是当期以确认为财务费用的利息费用 税后影响金额 一定是用财务费用乘以1减25% 因为我净利润是税后的概念 如果你只加上节约的财务费用 是一个税前的概念 我要加上的是税后的概念 多成个1减25% 而分母是假设可转换公资债券当期期出 如果你是今年1月1日发行的 我是不是应该是乘以12分之12 对 如果你是当年1月1日之前发行的 我也乘以12分之12 没问题吧 而还有一种情况是发行日 就是你是当年发行的 但不是1月1日发行 比说4月1日发行 那我假设专股只能从发行日算到年底 乘以12分之9 转化为普通股股数的加均平均数 在这儿我再一次提示 你分子的调整 也就是节约的财务费用乘以1减25%的所得税税率 我把它称之为是增加的净利润 除以分母的调整 是增加的普通股股数的加均平均数 是不是叫增量股的每股收益啊 咱们刚才给出一个定量的结论 就是只要增量股的每股收益 小于基本每股收益 才具有什么稀释性 只不过我再强调一下 你假设转换的股份 也要按照时间给它加均平均 以前期间发行的 当年1月1日发行的 这都乘以12分之12 如果当年发行还不是1月1日 只能从发行日算到年底 千万别错了 我们直接看例28-2 他说某上市公司20某7年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是38200 7初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是2万 那么如果7初到年底 是不是应该乘以12分之12 对 他告诉你年内普通股股数未发生变化 那既不用加也不用减 您先告诉我 我这除完了是一个什么东西 基本每股收益啊 好 那么我现在重点不是算基本每股收益 是每股1.91 我的重点是算稀释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的分子 是不是要加上节约的财务费用 乘以一减所得税税率啊 对呀 分母是加上假设转股 乘以时间的权重 对吧 咱只能一点点往下看 20某7年1月1日来了 我是当年1月1日发行的 当年呢 从发行日开始算 我发行日是1月1日 假如说我从1月1日转换为股份了 我是不是到年底应该是乘以十二分之十二呀 对 从这我就可以断定 那么实际上 我加上我们所说的假设转股 但权重 为什么这乘以十二分之十二 道理就在这 如果这道题告诉你 是20某7年4月1日发行的 到年底只有九个月 你这只能乘以十二分之九 这是规矩 绝不能破 他说公司案面值发行六万万元的三年期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的每张面值是一百元 固定利率而且是票面利率百分之二 三年期画个图 零一二三 每年的利息是六万乘以什么 百分之二 是六万万元乘以百分之二 应该是得多出来 应该是得我们所说的一千二百万 对吧 这是一个到期我还收回一个面值六万 接着往下说 利息自发行之日期每年支付一次 每年支付一次 那我要用应付利息 那么该说的说完了 我先不用考虑别的 往下看 假设不具备转换选择权的债券 类似的市场利率是3% 这个3%在您老人家折现时 它充当了折现率的角色 在您进行摊销时 它又充当了实际利率的角色 还记得吧 好 然后他说公司在对该批可转换公司债券 初始确认时 要按照37号准则的规定 在负债成分和权益成分之间分拆 我们前面讲过一个部分拆的 要部分拆 就直接用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就算出财务费用 现在分拆 您就不能那么算 是不是我就应该把这三个1200 乘以我们所说的年金限值系数 着限率是37% 加上最后的面值6万 乘以负利限值系数33% 您哭了半天 得知道谁死了 这个算完的是什么 负债成分 所以我的负债成分 算完的金额是58302.83 您的发行价 又是我们所说的6万 您就用发行价减去58302.83 不就算出权益成分1697.17 算出它我们借银行存款是发行价6万 但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面值6万 然后负方权益成分用的是其他权益什么工具 最后到底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调整 应付债券所有明细科目的代数和得58302.83 不就是负债成分吗 这是负债成分这是权益成分最后得到发行价 做完这笔分漏 您老人家没有一种冲动吗 当然有 我可以画一个应付债券的什么 盯字账 借方有个1697.17 贷方有一个6万 不管明细 只要一级科目用的应付债券 就过在盯字账上算出余额是58302.83 这叫啥 应付债券的贪于成百呀 到了我们年底 也就是2057年12月31日 我是不是要借财务费用或者再建工厂呀 往下看 因为他告诉你债券利息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那是不是他只能记住哪财务费用 不就用贪于成本成实际利益吗 贪于成本盯上余额58302.83 乘实际利率 你看3%在你折现时充当的折现利率的角色 在你贪销时充当的实际利率的角色 得到1749.08 贷方应付利息永远是双面 面值6万乘以票面利率2%得1200 到底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调整 549.08没问题吧 没问题 好了 做完这笔分路 如果你再往先做 是不是还要画应付债券的钉字账呀 您当时应付债券的钉字账余额是58302.83 这又多了一个549.08 您是不是能算成新的贪余成本 是算下一年财务费用的基数 我不往下算了 我只研究当年 那好 咱们看一下 我要只研究当年假荣书 我在207年1月1日 也就是发行日这一天 转换为股份了 我是不是207年一年的财务费用 我就省下来了 省些财务费用不就会使利润增加吗 所以我要加上省下来的财务费用 乘以1减25% 这不就是我们要调整的什么分子吗 那么将来我要调整的分子 您本来净利润是38200 我要加上省下来的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不就是1749.08吗 1749.08我要多成个1减25% 是税后金额 我加上 而股数 您告诉我股数一直是2万 没有变化 我是不是假设转换为普通股 我将会增加的股数 我也要给他加上 对 那我们看一下 他说转股价格为每股10元 那要每股10元一共面值是6万 每股10元那就是除以10 我找除以10就能算出我有6千万股 对不对 对 6千万股如果1月1日要转股了 是不是应该是加上6000乘以12分之12 没错 这个算完了 你看前边是基本每股收益 分子加上一个数 加上节约的财务费用的税后金额 分母加上假设转换增加的股数的时间加均平均 就能算出稀释每股收益 每股1.52 您看一下 这每股1.52 是不是比他当时算出的每股1.91小 对 这就叫具有稀释性 那我知道 你将来考试时 你前边可以判断一步 不是用这一块增加的分子 除以增加的分母 得到增量股的每股收益吗 我可以先算一下增量股的每股收益 增加的这块不就是财务费用 节约的财务费用金额乘以1减25%吗 增加的分母就是6000乘以12分之12 那么这时候你算出增量股的每股收益是每股0.22 只要增量股的每股收益比基本每股收益要小 那说明他一定具有稀释性 果不其然我最后算出来的稀释每股收益 是不是比基本每股收益小 对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所说的标题2 我就给你讲到这儿 那么标题3任股权证 股份期权 虽然他们可能在结算周期啊 结算方等等有不同 但实际本质上来说 这俩都相当于是我们所说的什么优惠券 也就是说 别人买一个汉堡是10块钱 您买一个汉堡可能只需要花8块钱 那大家想一下 是不是相当于我比别人优惠 对 这个优惠券将来在你行权时 它只会影响股数 比如说我拿优惠券买了股票 那么它只会影响股数 只调分母 但是它不会涉及到当期净利润的调整 就是有人买你股票 你净利润就变化了 不可能 那么这个只调分母 而前边的可转债 计调分子是节约的财务费用 乘以一点所得税税率 也调分母是增加的普通股 而认股权正股份积权 只调分母 也就是只调股数 基本概念 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 就是指公司发行的 约定持有人有权在屡约期间内 或特定到接日按约定价格 向本公司购买新股的有价证券 你花钱买了我这优惠券 将来你再买我股票 就会比别人便宜 如果你买股票便宜的金额 比你当时买优惠券的金额 如果还便宜 那么你不就赚到了吗 是这个意思 而股份期权 其实这个内容在第十章股份支付里边 我们讲过 通常它是公司授予持有人 股份支付是不是一般授予高管 对我授予高管约定可以在几年之后 以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本公司一定数量的股份 但是你这个确定的价格一定比 比如说三年之后你可以买 一定比三年之后的市价要什么的 如果高 你拿着这个权利去买一股股票 花13块钱 人家市价买一股股票 花10块钱 您会网出拿着优惠券吗 不会 所以这两种情况一定都是行权价低于我们的平均市价的时候 我才有赚头 我才能占到便宜 我才会行权 所以在这对于盈利企业任股权政股份期权的行权价格低于当期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时才具有息之性 我才会行权 我才会算息事美股收益 有人说我没明白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肯德基 我们所说的开封菜 你拿着他的优惠券你去买汉堡8块钱 您不拿优惠券你买汉堡是10块钱 你肯定拿着优惠券去买 对不对 对 那假如说你拿着优惠券买汉堡 比如说13 您不拿优惠券买汉堡10块钱 你一定会把优惠券撕了 然后花10块钱去买 对吧 这就是对于盈利企业只有行权价低于当期普通股的平均市价时才具有息时性 第二个 对于亏损企业 任股权政和股份期权 假设 我只能说他假设一般他不会侵权 假设行权肯定是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净亏损 但他确实会增加股数分母越大 你算出来的结果是不是就应该是越小了呀 但您前面有个负数 是不是您等于往树州的右边移了 我要往树州的左边移才会怎么着有息时性 您如果导致美股亏损的金额减少 其实是一个反息式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应当计算息式美股收益 就是这个优惠券 我假设它不存在 我基本美股收益算出了多少钱 我就说息式美股收益算出了也多少钱 是这个意思 那么第二个 息式美股收益的计算步骤 首先我前面说了 因为认股权证和股票期权 它不会影响你的净利润和净亏损 分子我不挑 我分母是实际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假设我拿优惠券买了股份 我也要按时间加权平均 貌似现在我是不是只能加上假设增加的股数呀 对 是我买了多少股就会加上多少股 不对 我们算息式美股收益 只考虑具有息式性 我说的够清楚吧 息式性 潜在普通股的股数 那么将来息式性的潜在普通股的股数 假如说我没有这优惠券 市场价格多少 我就以多少价格买过来 这种情况不具有息式性 一定是你买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 一定是你买的价格可能没花钱 那不还是比市场价格低 才具有息式性 所以我这不是假设转回股份增加的所有股数 只是具有息式性的股数 那有人说你说了半天到底在说什么 他分为四步 先不要着急 我给你买汉堡来说事 假如说你有优惠券 你买汉堡八块钱一个 能听懂吗 有优惠券 你买汉堡八块钱一个 你买了100个汉堡 你买了100个汉堡 假如说没有优惠券 你买汉堡是10块钱一个 在这种情况下 拿着优惠券有便宜可占 你是不是肯定会用优惠券呀 那我现在就要算出来 在这100个当中有多少具有息式性 咱们一步不算 第一步先算你收到的钱 因为优惠券八块钱一股去买 如果你买了100个汉堡 对于肯德基来说 他收到800块钱 第一步你承认吧 对 第二步 如果不考虑这个优惠券 你告诉我 你就算市价去买 你这800块钱 应该买多少个汉堡 80个 800除以10吗 80个 第三步 您拿优惠券买了100个 而别人不拿优惠券 同样花800块钱 是不是只能买80个 您比别人多买了20个 对不对 对 好了 第四步 将来这20个 就是具有稀释性的 将来我就是把这20个乘以十二分之几 加圈平均 将来我就是把这20个乘以十二分之N 加在分母上一条分母就完了 为什么只加20而不加100 其实道理很简单 您这确实花了800块钱 那么你买了100个对不对 其中别人要花同样的钱是买80个 那我可以不可以理解呗 这80个是按照市价发行的 记住了按市价发行的普通股既不具有稀释性 也不具有反稀释性 那我要考虑的是稀释性 现在普通股既然你不具有稀释性 这80个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而额外的20个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你白送的呀 这20个才具有稀释性 这20个的含义就是您花同样的钱 您比别人多得的那多少个 就是具有稀释性的潜在普通股 我在分母就是加上这个具有稀释性的潜在普通股 乘以加权平据 那么该说的都说完了 我们看底部 它是一种假设 假设这些认股权证和股份期权在当期期出 解释过了 以前年度的视为当期期出 1月1日发行的也是当期期出 乘以12分之12 或者发行日当年发行的 还不是1月1日 4月1日 那就乘以12分之9 如果已经兴权 我将会收到多少钱 按优惠的价格乘以100个的800 第二 假设按照当期普通股的平均市场价格发行股份 这800块钱 我应该发行多少股 比如说80股 同样花800块钱 您得到100股 别人得到80股 是不是你使用认股权证股份期权 发行的股数100股 按照平均市价发行的股数80股 实际这俩的差额20股 相当于无对价发行的普通股 也就是白颂的股数 听懂了吗 那么白颂的股数才具有吸食性 第四步 我就是将增加的普通股 或者白颂的股数 乘以假设发行在外的时间权重 我就得出分五 我该调整多少 那有人说这种情况 是不是也要算增量美股收益 你增量美股收益 分子没条 零除以任何数都得零 我就不相信你基本美股收益也是零 就这个意思 所以西市美股收益 在算之前判的增量股的美股收益 那是不是就得零除以白颂的股数 乘以十二分之N 增量股的美股收益 对任股权证来说 对股票期权来说是零 这么说你听懂了吧 好 那么实际我给你举个例子 假如说企业发行的股票 平均市价是八块钱 而您拿着任股权证股份期权 您的行权价是七块钱 是不是行权数量如果只都是一千的话 我将收到你的钱是行权价七 乘以一千得七千块钱 对不对 对 七千块钱 你买了一千股 但如果七千块钱要市价来买 你只能买八百七十五股 是不是花同样多的钱 你比别人多买了一百二十五万股 对 这个八百七十五万股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按市价发行的股数 它不具有稀释性 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我只是在分母上加上一百二十五 乘以时间的家权平均 白宋的股数才会影响西市美股收益 所以他这说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按市价平均发行的这八百七十五万股 既没有西市作用 也没有反西市作用 不影响美股收益 而白宋的这叫无对价发行的普通股 即使从增量股的角度来说 增量股的美股收益是零除以 白宋的股数乘以十二分之N 是不是也能断定它具有稀释性 你当时告诉我增量股的美股收益 只要小于基本美股收益就具有稀释性 将来我只是把这一部分 一百二十五万股乘以时间权重 给它加在分母里边调整了 没了就这意思 那么相关的公式增加的普通股 就是白宋的一百二十五万股 不就能以打算发行的一千万股减去 如果按市价 那是不是七乘以打算发行的股数 除以市场价格呀 其实如果再倒一下行 就是一千减去一千乘以八分之七 没了 你一千减一千乘以八分之七 肯定是一千乘以八分之七要小呀 最后你算出一百二十五万股 这公式用紧不用 先算出你收到多少钱 再算出按市价应该发行多少股 再算出你比发行的股数多多少股 多的那个就是我们稀释性的潜在普通股 直接看例二十八个三 某公司二零某七年度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二七五零万元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加全平均数 还用你算吗 不用了 直接就应该是二七五零除以五千 算出来的就是基本美股收益 那么我稀释美股收益不就是在基本美股收益的基础上条吗 现在是认股权认股票期权分子用条吗 不用分母 我只是把无对价发行的那部分股数按时间给它加全平均 把这一条不就得到稀释美股收益 对 咱往下看 二零某七年一月一日 假设就在这一天我行使了认股权 是不是算到年底我应该乘以十二分之十二 这个数字就这么来的 如果你四月一日发行的 这就应该乘以十二分之九 别错了 该公司对外发生一千万份认股权证 一份通常是一股 行权日是第二年的三月一日 那是不是二零某七年一整年 你都以前在普通股的形态存在呀 所以这乘以十二分之十二是有道理的 每份认股权证可以在行权日 以七元的价格认购本公司一股新发行的股份 一千万份一千万股 每股价格七元 我收你的钱是七乘以一千 对不对 七千万 如果按照市价 八块钱来算 我将发行 八百七十五万股 但是对不起 我真正要给你的股数是一千万 是不是相当于是白颂的股数是一百二十五呀 这就前面举那数 我是不是要用白颂的一百二十五 乘以十二分之十二 调整为分母的调整数 最后得出稀释每股收益 每股 零点五四 零点五四是不是比基本每股收益小 有人说就小零点零一 他就是小零点零零零一 他也小 也叫具有稀释性 那此时如果我非的问你 增量股的每股收益是多少 您不是用分子的调整数 除以分母的调整数吗 此时分子没调 零除以任何数 增量股的每股收益 对任股权证股份期权而言都是零 我这么说听懂了吧 也就是说增量股的每股收益是 零除以一百二十五 乘以十二分之十二 不就得零吗 只要增量股的每股收益 小于基本每股收益 我们就具有稀释性 通常情况下 任股权证跟股份期权 我们很少用增量股的每股收益 去判断是不是具有稀释性 我们用什么判断 试看企业是盈利还是亏损 亏损通常不具有稀释性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原理 看完这个内容 看2014年的一个单选题 首先 他前面给了一个帽 就是甲公司2053年实现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是1500万 我就是在1500万 作为分子的基础上往下挑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是3000万 还用你调吗 人都说了加权平均 我已经调完了 不用调了 1500除以3000算出每股0.5 就是基板每股收益 然后往下看 4月1日来了 不能总举1月1日 4月1日 我是发行日 那么授予的规定支付者可于第二年 此时是2053年吗 第二年4月1日以每股5元的价格购买 甲公司900万股普通股的期权合约 期权合约不是股份期权吗 它是潜在普通股 至少从4月1日到年底 20某三年年底 你都是以潜在普通股的身份出现的 当然要乘以十二分之九了 所以在这肯定要加上 无对价的送股乘以十二分之九 我这么说听懂了吗 好 那么无对价的送股怎么算 你以每股5元的价格购买 甲公司900万股 先算第一步 先算你收到的钱是5乘以900 得4500万 4500万 如果按照市价来算 甲公司20某三年普通股平均市价是每股6块 您可以算一下 4500万除以6 你将得到的股数是750万股 而您现在却能得到900万股 那么白颂的股数不就是150吗 我就是用白颂的股数150乘以十二分之九 算出第一个该调整的分母 7月1日 那不就是算到年底是十二分之六吗 收予员工100万份股票期权 每份期权是两年后 那至少20某三年这半年 你全是以潜在普通股的身份出现的 所以我说这乘以十二分之六 没冤枉你 然后两年期到期日可以每股三元的价格 购买一股甲公司股票 还是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咱们先算一下 首先每股三元的行权价 你可以买100万股 那就等于我收你300万 如果按市价6块钱来说 你只能买到50万股 可是现在铁针针针的事实告诉我 你一份一股 你等于能买100万股 那我就理解为 你按市价买了50万股 我无对价白送你50万股 只有白送的这50万股 才具有稀释性 我乘以十二分之六 没了 这时候市子列出了 最后你算出来每股0.48 是不是比基本每股收益0.5小 对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情况下 2053年的西市每股收益是0.48 就可以了 这样的题 每年都在考 几乎年年考 你一定要会 这加上的认股权 认股份期权 一定是白送的股数 而不是所有的股数 千万别错 那么再看2019年的这道题 先看看他问你什么 假公司2058年度股票的平均市场价格 每股13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来各项对假公司2058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 不具有稀释作用 不具有稀释作用 那大家想一下 要具有稀释作用的 对股票期权认股权证来说 貌似他主要的判断方法 只要你这个单位是盈利的 我只要断定我的行权价 小于市价 就具有其事情 对不对 对 你现在市价是每股13 那我就看看行权价呗 那么首先看一下第二项 受与高管人员2000万股 股票期权 行权价每股6块钱 是不是比市价低 对 那么说明这个股票期权 具有稀释性 那么再往下看 他告诉你发行认股权证 1000万份 每份认股权证 持有人有权利 以8元的价格 认购假公司 一股普通股 每股8元的价格的行权价 是不是低于市价 是 说明认股权证 也具有其事情 股份期权 认股权证 我们面对盈利企业 只要用行权价 跟市价去比就行了 有人说你咋知道 它是盈利企业 这回看一下题杆 假公司为上市公司 其2058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 是每股0.43 正的净利润 出于股数是正的 那净利润不就是 盈利企业吗 是这么判得出来的 那么除了这俩 不还有个可转债吗 那么他说发行可转债 其当年增量股的每股收益 就是增加的净利润 出于增加的股数 加捐平均得0.38 增量股的每股收益 只要小于基本每股收益 是不是就具有稀释性 对 它也具有稀释性 那么只剩选项地了 这道题答案就选低 我们看看选项地是什么 就是股东增资 他说接受部分股东 按照市场价格增资 没了 按市场价格发行好 按市场价格增资以后 既不具有稀释性 也不具有反稀释性 所以这道题 不具有的只能是选项 四地 你看将来有没有稀释性 可以用增量股的每股收益 小于基本每股收益去判断 而对于股票期权 认股权证 我面对盈利企业 我还可以用行权价格 小于市价去判断 那有人说亏损企业 亏损企业通常对股票 期权认股权证是反稀释 我根本就不会兴权 所以你不用做这种假设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第一 那么标题四是我们所说的 限制性股票 这个内容在第十章 我们就学过 估计大家当时在第十章 学的是第一遍 吸了哗啦 这又给你讲的每股收益 对不起还会硬着通知学一下 上市公司采用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方式 进行股权激励 在等待期内 这就说的不厚道 我第十章是不是叫锁定期呀 所以我说它是锁定期 可能更合适 应当按照以下原则 计算美股收益 第一个 等待期也好 我们锁定期也好 基本美股收益的计算 基本美股收益 是不是应该用净利润 除以实际发行 在外股数的 加权平均数来算 对不对 对 但是我现在授予了 限制性股票 那就说明 我发行在外的股票 既有普普通通的普通股 也有发行在外的 给您的限制性股票 我们往下看 首先基本美股收益 仅仅考虑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您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算不算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我一会告诉你 那么将来我们按照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 当期净利润 除以发行在外 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来算 你还是没告诉我呀 接着往下看 由于限制性股票 是未来可能被回购 从性质上属于 或有可发行的股票 比如说 我发行的普通股 这个不叫或有 但我发行的限制性股票 或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有可能在您离开我公司时 我会把它回购回来 那您不离开 我就不回购了 所以这是或有的性质 结论是什么 将来我算基本美股收以时 不应当包括在内 不应该把谁包括在内 不应当把限制性股票的股数 包括在内 也就是说 这是我普普通通的普通股 我只除以普普通通的 普通股的时间加训平均 限制性股票的股数 我不考虑 因为它是或有的性质 这是它的规矩 这是分母 不考虑限制性普通股的股数 分子也有规定 那么将来第二个具体计算方法 其实就是在说我们所说的什么 分子 上市公司在锁定期好 等待期好 基本美股收益的计算 应该是其发放的现金股力 是否可撤销 采取不同的方法 又拉了 一种叫现金股力可撤销 这是啥意思 要是现金股力可撤销 我给普通股发股力了 这一个钱 我直接又给了普通股 但是我给你限制性股东的时候 我告诉你 这一块钱 是我给你分的股力啊 你只要待购三年 比如说每年的股力都是一块钱 我会把三块钱一次性的都给您 或者我每年给您一块钱 但如果您走了 我要把你手里 我曾经给你发的股力全要回来 这就是现金股力可撤销 那就等于是我发出去的钱 你走了 我要把所有发给你的股力 我全都要回来 就是没收了股力 一旦未达到解锁条件 被回购的限制性股票 吃我脚将无法获得 如果三年之内的股力 由我给您保管 您走了 我直接把这股力没收 如果这股力我发给您了 比如说第一年发给您了 第二年发给您 您第三年走了 把前两年的股力再给我退回 需要追回其在锁定期 应收或已收的现金股力 就是您收到的股力 我将来可以没收 那么将来在锁定期内计算每股收益时 分子应该扣除当期分配给 预计未来可解锁 未来可解锁 限制性股票持有者的现金股力 为啥强调当期分配给呢 因为我们现金股力可撤销的话 我要在这减去当期分配给 我们所谓的预计未来可解锁 限制性股票的现金股力 为什么把它从这减去 道理就很简单 您当年赚的净利润是一个大蛋糕 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 对 那么这个大蛋糕 有绝大部分是给你普通股股动的 而这一块蛋糕是要贴下来给 限制性股票持有者 那如果是这样 我就把属于它的这一部分份额 给它减去 您当年分配了多少 我就减去多少 是吗 不是 为什么这强调预计未来可解锁 大家想一个道理 预计未来不可解锁的 那不就是逗你玩吗 马三利的相声就是逗你玩 为啥呀 我发出去多少股力 我最后你要不可解锁 我要回了多少 是不是跟没发一样呀 对 那我在这直减去 我发出去 就是发出去的 这一部分给预计未来可解锁 限制性股票持有者的现金股力 如果是不可解锁 发出去再要回来 跟直接没发 是不是就没区别了 那我就不再考虑了 为什么这强调当期分配给预计未来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持有者 因为这一部分现金股力是可撤销 只有你决定当期分配给他了 这个蛋糕才切出来 留在旁边 如果你没有分配给他 你当期没有说分配给他鼓励 那是不是蛋糕都应该给发出去的普通股股东享有 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这就要减去一块净利润 而实际发行在外的只包括真真正正 很普通很普通的普通股的家眷平均数 不能包括我们限制性股东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的股数 就这意思 而如果现金股力不可撤销 现金股力要不可撤销 是不是就是你在我这待满一年 我给你一年的股力 哪怕你走了这一年的股力 我不能要回来 你待满两年 我给你两年的股力 哪怕你走了两年的股力 你可以带走 我不能要回来 也就是说不论是否达到解锁条件 限制性股票持有者仍然有权获得在锁定期内的现金股力 对吧 对 哪怕将来没有解锁已分配的现金股力 也无需什么退回 这时候在分配股力的时候 我待一年 你得给我一年的股力 待两年 你给我两年股力 我要待满三年 你给我三年的股力 是不是跟普普通通的普通股的股力 貌似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相当于是你具有了与普通股相同的权利 因此属于与普通股股东一起参与剩余利润分配的其他权益工具 那么将来我要算基本美股收益 我用大蛋糕净利润减去 我不论你分不分 反正这个股力一定是要给我的 所以我扣除归属于 预计未来可解锁 还是减去未来可解锁的 不可解锁的 我给你了 你不也得给我退回了吗 那部分等于没发 我就不考虑了 减去未来可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 对应的这一部分净利润 这是给可以解锁的股东这一部分的 等于蛋糕要切一块 给他剩下的 才归你普通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相有 分母还是不应该包括 限制性股票的什么 股数就可以了 这是基本美股收益的计算方法 然后分子包括什么 分母包括什么 我都给大家说完了 那下边看口号 等待期内也好 锁定期内也好 稀释性美股收益的计算 我们还主要是看什么 解锁条件 如果解锁条件不同 我们采用不同的方法 先说第一种 如果解锁条件 仅为服务期限条件的 仅为服务期限条件 我们公司应该假定 资产负债表是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 比如说明明锁定期是三年 假如说在第一年年末 您能解锁吗 不能 我现在只能是假设 假设解锁了 已于当期期初解锁了 为什么说当期期初 如果你是以前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或今年一月一日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我不都乘以十二分之十二吗 或晚于期初授予日 比如说你是今年授予的 还是四月一日授予的 那不就只能乘以十二分之九吗 全部解锁 那么并参照本章中 股份期权的有关规定 考虑限制性股票的吸食性 为啥是股份期权 很简单 股份期权的行权价格 只有低于市价的时候 才具有稀释性 而对于您限制性股票 我们是不是通常采用的是 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只受予特定人员 对不对 将来特定人员的认购价格 是不是肯定也是小于市价 明明市场价格每股二十三 我只让您花八块钱 就去买这个股份 那是不是跟股份期权是一样的 除了这个条件一样 还有别的一样呢 有 股份期权是您 行权价是七块钱 乘以你买的一千万股 这是我收到的钱 用收到的钱 除以市价 这是你真正应该按市价 发行的股份数 或者说按市价 你得到的股份数 但是现在你得到的股数 却是一千 等于白送了一百二十五万股 只有无对价发行 无对价送股的这部分 才具有稀释性 我是正说的吧 对 那我只考虑这一部分 再分模给他加什么 那现在 我现在是限制性股票 我肯定也应该是 行权价格低于公司 当期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时 我才考虑稀释性 而且肯定是低于 那在这里边 我们要讲一个行权价格 是指限制性股票的发行价格 或者说您作为限制性股票的持有者来说 我是不是说认购价更合适一点 对 比如说您的认购价是每股八个钱 加上资产负债表日 尚未取得职工的服务 按照十一号准则 股份支付的规定 计算确定的供允价值 明白了吗 没有 他给了个公式 行权价格等于限制性股票的发行价格 加上资产负债表日 尚未取得的职工服务的公允价值来算 这是啥意思 这不是限制性股票发行价格 加资产负债表日 尚未取得的职工服务的公允价值吗 好 那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假如说 我告诉你 我就是在2019年的1月1日 我授予了特定的人员限制性股票 我告诉你 我让他认购的价格 或者说限制性股票的发行价格 是美股 8块钱 那么但是 我再告诉你 今天这个股票 在外边肯定飘着 这个股票的市价是美股 23 那就奇了怪了 明明明一股股票 我能卖23 我凭什么这么便宜 一股8块钱 我就卖给你了 就让你认够了 那我有一个条件 您必须在我这服务满 三年 这服务满三年不就是服务期限 就是我们所说的等待期 对限制性股票来说 是不是又叫锁定期 对 那么将来之所以别人买一股股票是23 而您买一股股票是8块钱 我给您优惠15块钱一股 我认为您在我这三年 为我提供的三年的服务价值15 那么这15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 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元 价值 将来我永远以它为金额 保持不变来算 等待期内买一年权益工具 借管理费用 带资本工具 其他资本工具的金额 对不对 对 可是现在我要的不是它 那么现在明明是才 2019年1月1日也就是7初 我如果到第三年了 那么我这个股票才解锁 对不对 可是我现在假设 第一年年末 我要解锁了 我要算出一个行权价 因为你前面模仿人家股票期权 人家股票期权有行权价 那可能有人就说了 这个行权价就是我的认购价8块钱 就是我三年服务少收的15块钱 你这种说法都不对 那么这个行权价是因为我为了假设在第一年年末 我解锁了 那么我要算白颂的股数是多少钱 假设在第二年年末我解锁了 我要算白颂的股数多少钱 是虚拟出来的一个数字 那好 我们往下注 假如说这些数字都没有发生辩护 在第一年年末的时候 假如说我要算你的行权价 其实应该是这样算 别人买一股股票是23 在第一年结束的时候 您老人家是不是已经为我的企业提供了一年的服务了 对 您提供的服务价值多少钱 5块钱 您如果要真正行权 我会给您优惠5块钱 毕竟你为我汉马功劳已经服务一年了 我的行权价就是每股18 这是行权价 每股18 然后这个每股18怎么算出来的呢 也可以用你的限制性股票的发行价或者认购价 8块钱 加上你15个钱是三年的服务 您只提供了一年服务 您还有两年的服务没有提供 15乘以2分的10 10加8是不是也能算出18 你用这个受于日的市价减减减你已经为我提供服务的5个钱 剩下的18也可以 你用限制性股票的发行价 加上我们所说的服务成以上未收回的部分 也能算出行权价 那么到了第二年年末 到了第二年年末 如果在这一天你要买我的股票 肯定我不会卖你23 到第二年年末 你已经为我提供两年的服务了 听懂了吗 那就是23-5 减5 两年的服务价值10 23-10还剩多少 13 这个13就是第二年年末的行权价 那么第二年年末 清年券 我就可以用认购价8块钱 加上15乘以上未收到的服务 还剩一年 那么到了第三年年末 是不是等于如果你要买我的股票 别人买是市价23 减去什么 我已经到第三年年末 三年的付务我都收到了 我要给你优惠3个5块钱 那最后是不是变成每股8块钱 如果你非得模仿这市子 是不是也可以用限制性股票的发行价 乘以15乘以上未收到的比例 我三年都收到了 乘以三分之零 乘以零不就等于没成吗 所以这得罢 这叫行权价 说两个要点 行权价 你所有的计算都只能用授予日 给定的认购价 授予日的市价来算 但是可能你买个资产负债表日的市价 可能变得不是23 这跟我关系不大 我先把行权价 按授予日的数量金额算出来 再跟你当期资产负债表日的市价去比 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 好 如果这个听懂了 往下讲 锁定期内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 分子应该加回计算 基本每股收益分子时已扣除的 当期分配给 预计未来可解锁限制性股票 持有者的现金股利 你一算基本每股收益的时候 对于现金股利可撤销这种情况 你是不是减去当期分配给 预计未来可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持有者的现金股利 那有人说没有解锁的 你又糊涂了 没有解锁的 我给了你股利 我是不是还有没收了 对 等于没给呀 所以只减去预计未来可解锁的 这部分股利 出于股数 您现在要减掉多少 给我加回多少 这不相当于是没加没减 分子算稀释每股收益 只是用一个当期的净利润吗 对 而如果是你现金股利不可撤销 是不是你肉搏的打狗有去无回 这一部分钱是不是人家待一年 你要给人家不能往回要 对吧 那我就减去归属于预计未来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什么净利润 我当期宣美宣告分配分配 我们所说的现金股利 你都要把这块给他减去 但是现在算稀释每股收益 你咋再把这块给我加回来 不等于还是没减吗 所以稀释每股收益 就是当期净利润 除以普通股的加捐平均数乘以调整增加的普通股 这一部分你视为无对价送股增加的股数 按时间加捐平均就可以了 在这提示一下 限制性股票如果是当期发行还考虑时间加捐平均 比如说我当年一月一日发行的乘以十二分之十二 我当年四月一日发行的乘以十二分之九 我要是去年发行的是不是也应该乘以十二分之十二 你啥是发行的我都要按时间加捐平均呀 没问题 那么第二个 如果解锁条件除了包括服务期限条件 还包括业绩条件 那我就会有一种假设 假设在第一年年末比如说资产负债表日 我就把它看成是解锁日 我就看看你实际业务情况是不是满足解锁要求的业绩条件 那就有两种可能 你满足了 我们还用考虑业绩条件 不用只考虑服务期限条件就可以了 如果你没满足业绩条件 对不起 这关你没过 那我在计算稀释性美股收益时 不用考虑限制性股票 比如说我唯一需要考虑 现在的普通股 稀释性的只有限制性股票 那我就不考虑了 此时你的基本美股收益 跟稀释美股收益不就相当吗 好 该说的说完了 我们直接看例28-4 这是现金股利可撤销 慢点 现金股利可撤销 要算基本美股收益时 分子是用净利的减击 当期分配给 预计未来可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持有者的现金股利 这是基本美股收益 而期视美股收益 你减掉多少 给我加回了多少 所以这分子只剩了一个净利子 这俩的区别 而且解锁条件仅为服务期限条件的 他说假公司为上市公司 采用授予职工限制性股票的形式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2015年1月1日 这不是当期发行吗 1月1日发行 我应该乘以12分之12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 向600名管理人员 每人授予100股自身股票 那不就是6万吗 6万股授予价格是每股8块钱 6万乘以8是48 当时600名管理人员出资 认购了股票 总认购款是48万元 如果非得写个分路 借银行尊管48 贷股本6万股 每股1元是6万 倒挤出资本攻击 股本溢价是多少 42 完了吗 没有 限制性股票 还要做一个借库存股 回购价 其实认购价是多少 回购价也是多少 所以是48 这笔分路很熟呀 往下看 假公司估计该限制性股票的股权激励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每股15 您花八块钱一股买的 如果 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权益工具价值15 是不是能推算出 授予日的市价是23 等于你三年的价值服务是15 是这个意思 激励计划规定 这些管理人员从2015年1月1日起 在假公司连续服务三年的 所授予股票 将于2018年1月1日全部解锁 期间离职的假公司将按照原授予价格每股八元回购相关股票 认购价是多少 回购价多少 所以我这做了一个相同的金额 他说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所授予股票 不得上市流通或转让三年的锁定期 三年的等待期 是不是都可以这么说 激励对象因获售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 由公司贷管 发给您第一年股利 在我手里捏着 你走了 马上没收 作为应付股利 在解锁时向激励对象支付 捏够你三年的股利 你走了 我把三年的股利一次性给你 对于未能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在公司回购股票时 应当扣除激励对象 以享有的该部分现金股利 都是在说现金股利可扯销 2015年 给个词 第一年 假公司实现的净利润是500 您能直接用500除以股数吗 不能 对现金股利可撤销 你要减去当年 分配给预计 未来可解锁的这部分人的 现金股利 那么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不含限制性股票 你要有限制性股票 给我扣掉 现在不含的股数200 分母是我要的 然后宣告 发放现金股利 每股一元 那么每股要是一元的话 我是不是要算出未来可解锁 多少股股票 只要乘以每股一元 不就是我要扣掉的书吗 他说假公司估计三年中离职的管理资源 合计为80 一共是600人 合计离职80 预计未来可解锁的 不就是520吗 520一人一百股 520乘以100 再乘以每股一元 不就能算出基本每股收益 这应该扣掉的数字吗 500万减去应该扣掉的数字 除以你飘在外边的普通股 加捐平均数 就算出基本每股收益 每股2.47 来了 往下看 他说当年年末有30名管理人员离职 假定假公司2015年 当期普通股平均市价每股35 有人抬杠了 老师你不说每股市价是23 授予日是23 我授予日的当年年末已经改成了35 那我是不是算西市每股收益 我曾经跟您承诺减掉多少也价惠多少 对西市每股收益如果要算 它的分子只能是净利润500万 啥都不减 然后我们判断一下它是不是具有西市性 拿谁判的 拿行权价格 行权价格就是限制性股票的发行价或者认购价 加上你总的服务或者叫授予日的供应价值 乘以尚未收到的服务 三分之二的18 小于35 具有西市性 那咱可以算了 将来我要算股数的家权平均 那不就是第一年走了多少 30人 那我如果认为这30人是在最后一天走的 是不是相当于前364天都是600个人呀 对600个人每人100股乘以365分之364 貌似它现在算是分段算的 对不对 加上最后一天是600个人减离值的30乘以100 乘以365分之1 算出股数是5991.78 那我将来就是用这59991.78 减去59991.78 乘以市价分值 行权价 那不就等于一千减一千乘以8分之7 一样的道理 算出白宋的股数是多少 本来这应该时间家权平均 因为你是2015年1月1日 所以这你要乘以时间家权平均 乘以十二分之十二 那就等于是200万股 加上这一伙乘以十二分之十二 就算出西市每股收益 每股2.46 2.46是不是比基本每股收益2.47低 对 就算完了 那么这一讲我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